全香港1030間的這些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 發生之33.9 但是令人憂慮的就是 在過去的一周 就是由1月6號到1月12號 就是流感的 流感 冬季流感的第二個星期 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出現的數字 是急增 由第一個星期的零鐘 去到第二個星期是87宗 涉及175個小朋友 而在更加令我們關注的 就是在今年的個案裡面 直到最後的22號 總共已經有12個 嚴重的個案 其中有腦病變 就是俗稱腦炎的 是有8個 兩個是危殆 根據這麼多年來的 數字呢 在很多嚴重的流感的個案裡面 有很多都沒有打針的 2018年的數字為例 九成嚴重個案都沒有打到流感針 由於今年疫苗注射計劃 只是涵蓋到小學 就是說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呢 是沒有給政府的疫苗注射計劃 主動上去學校打針 是涵蓋的 所以今年的情況是憂慮的 第二方面呢 很多前線的醫生都跟我們說 今年爆發的情況呢 是相當之驚人的 因為每一天都有很多個個案 無論是成人或者兒童呢 是要去到醫院 而他們呢 病情是很急速的 就是說很短的時間呢 就由可能是沒有病徵 去到嚴重的個案 由於是這樣呢 我是呼籲政府考慮 在盡短的時間呢 是宣告所有的幼兒園幼兒中心呢 是停課的 其實面對流感高峰期的爆發 特別在新農曆年之前呢 情況是相當之嚴重的 在農曆年呢 很多的診所 甚至醫院呢 都會停止服務 政府只是得少數的 假日診所呢 能夠提供服務 很多私家醫生都會放假 如果情況是再蔓延下去的話呢 在農曆年呢 我擔心會有一個極之惡劣的情況發生 當成人 特別是老年人呢 都已經是不斷需要醫療服務的時候呢 而當這個兒童流感的數字 不斷上升的話呢 如果根據醫院現在的混亂 和惡劣的情況來看呢 到農曆年爆發 相當之 是令我們不敢想像 甚至是 即是我們很難聽的 一句戰地醫院的情況呢 又再出現 所以我呼籲呢 衛生署 衛生防禦中心 或者政府的政策局呢 希望它盡早在這個星期呢 宣告 最時下個星期呢 是需要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全面停貨 在去年的流感高峰期 其實總共呢 是有26個嚴重的個案 有3個兒童呢 是因此而喪生的 直到今天 仍然是沒有死亡的個案 但是我們是很擔心的 我擔心就是 這些情況再演變下去呢 會更加多的嚴重個案 甚至兒童死亡的個案呢 都是會出現的 在沒有足夠的疫苗保護底下 在很多 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兒童都還未打 這個流感疫苗的情況底下呢 今年的情況是不容樂觀 所以我覺得停貨是有必要的 那麼我也都會在 今天呢 會寫信是給陳肇始 要求他儘快呢 是考慮甚至是宣佈 所有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呢 是停貨的 所有的傳染病特別流感呢 是只有一個方法而已 防範於未然 其實當有三個個案發生的時候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說那個情況在那間幼稚園 和幼兒中心已經爆發了 當碰到第三個個案呢 其實大多數的情況呢 就不止三個個案的 大家都知道 潛伏期 只可以是由兩天到一個星期 就是說當有三個小朋友 是已經有病徵的時候 其實好不幸呢 可能很多小朋友已經中了招了 如果政府要做任何事情 怎麽會是選中了招先去做事 為何不是在他未有爆發 或者未中招之前去做呢 當我們見到上個星期 即是第二週的數字 這麽驚人的時候 我們是很希望政府看數據 是要現在做決定的 因為如果現在不做決定的話呢 下個星期 踏入這個農曆過年呢 這個情況是相當之差的 一般流感呢 是去到三月 中三月尾才會結束的 但是如果能夠在新春 即是過年之前呢 是壓止了這個 有可能出現的大爆發呢 其實已經幫了很多家長 很多兒童 醫院的壓力 還有最重要 我是很希望呢 不會出現嚴重 再多個嚴重甚至死亡的個案 尤其在兒童那裏呢 當他有嚴重病徵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呢 我們用盡力都未必救得到 所以我很希望呢 政府要立刻做事 否則的話呢 可能一些悲劇就會發生 現在的下個月 有了解的症狀 有了解症狀 那幾天 有了解症狀 在二月裡的症狀 有了解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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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月 有了解症狀 在二月裡 已有87例子 reported 到政府的政府 如果我们看看 的 historical figures 我们会看到 的 upsurge会继续 特别在中国新年 这是最悲惨的 因为 两个月后会会成为 中国新年 我们不想看到 any upsurge or tremendous outbreaks 在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Center 所以这是 the right time or the critical mo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ct to make a decision to have the cessation of all the schools in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Child Care Center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or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to prevent further outbreak we all kn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vaccination in the children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Center is still not satisfactory and in the past year 90% of the severe cases do not have any vaccination so if we look into this year preparation still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or the active program has not covered the Kindergarten or the Child Care Center so we anticipate the upsurge will be even more if not severe than last year so at this moment or at this right moment it will be the appropriate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nnounce stopping of all the schools in the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Center and this must be done within this week question how do you think this year many more people have to take the vaccine and that will not be done with these which is not all of these people and then or what can happen what can happen very清楚 is the most effective of the way is to 注射 the vaccine the vaccine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is to the vaccine the vaccine are not the vacc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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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o 其實仍然是要打疫苗 不過由於政府的疫苗計劃 是沒有涵蓋 是主動去幼兒園和幼兒中心打針 所以今年 在幼兒中心幼兒園的覆蓋率 都不理想的 在覆蓋率不理想下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防止兒童的交渣感染 而防止兒童的交渣感染 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這些感染都是在他們上學 可能是跟同學仔 或者是譬如坐校巴等等的情況之下 是感染到的 所以最後一個方法 在沒有其他選擇之下 就是停課 這也是負責任的做法 你想一下 現在已經有接近34% 34校已經停課了 距離全面停課 其實只是一步之遙 如果政府要做事的 不要等出事才去做 請它由現在開始去做 另外還想問 或者醫管局最近 就說醫護人集氣 然後他們就說 一條頻道 找了一些明星拍照 幫他們打氣 那你覺得就是醫管局做的事嗎 就是我都不懂得說了 當我們沒有人上班 當醫管局高層是非常瘦下 當醫管局是不能夠令到員工有士氣 當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底下 政府選了最幼稚的做法 就是找些名人來打氣 其實我知道的回應就是 那些前線醫護人員看的打氣片 其實越來越生氣 因為其實這些不是拿警制 是鄭慶 當他做到辛辛苦苦 面對龐大壓力的時候 還會見到有些人 是笑著跟他講 你打氣啦 你做得好些啦 這樣 其實於是無保的 要做的是 政府真真正正 是解決的問題 醫療撥款不夠 人手不夠 病床不夠 是不是今天發生的事 長期以來 政府忽視醫療的服務 給不足夠的撥款 前朝政府是這樣 今日的林鄭政府 亦都好不得去哪裡 這樣去做一下氣 叫些名人打氣 只會令前線醫護人員 是更加憤怒 回應是更加負面 我希望他不要做這些事 希望政府做實事 OK 謝謝